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他变得越来越坚定 温暖和从容了 不知不觉崩坏三也陪伴建长走过了六年的时光 崩坏三即将迎来完结 但是我相信崩坏三的故事还会一直留在建长们的回忆中 2023年 祝愿建长们能够从崩坏三中提取到力量 能够学会在生活中发现那些细小的美好和感动 然后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加油 那些美好温暖的回忆 会永远留在我心中的 大家好 我是为雷电牙医配音的菊花花 今年呢 跟雷电牙医一起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那在这一切的事情经历完之后呢 我觉得雷电牙医她有一个新的突破和成长 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那也希望在2023年 我们的所有建长们也都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经历新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当然要快快乐乐 Proni会用曲子未来的力量 去为大家创造未来 各位舰长大家好 我是崩坏三小鸭鸭 大鸭鸭嗨兔的配音演员Hansel 也是一位单推鸭鸭的老舰长 又和鸭鸭一起走过了一年 我见证了她成长 她也在陪伴我成长 相信许多舰长都和我一样 能在她身为普通人的故事中 找到跟自己的共鸣 希望新的一年可为建长 天天开心 事事顺利 希望鸭鸭明年能直接拿下A证驾照 诶 驾驶中当小兔需要什么证来着 无论何时 身负使命的人都必须不断努力 不断变强 大家好 我是幽兰戴尔的配音演员喵匠 幽兰戴尔在今年终于找到了身份的真相 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也找到了父亲 成长了许多 她的信念越发坚定了 真的很期待之后的剧情了 那不知不觉已经二三年了 工三这么美好的游戏 希望大家都能被治愈哟 为世上所有的美好而战 春无遗情 秋有后继 我也是跟太师傅献学献卖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为李苏商配音的陈婷婷 在这一年中呢 苏商的经历可谓是十分的精彩啊 游历了不少的地方 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长了不少的见识 那希望在新的篇章里 苏商也可以继续遵从她的内心 继续她的步伐 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也希望在这新的一年中 苏商可以给大家带来 更加出色的表现 崩坏三呢 也陪伴着各位建长 走过了六年的时光 那么我在这里 祝愿各位建长 新年快乐 也祝愿大家 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和大家在一起 希儿就什么都不怕了 大家好 我是为希儿配音的唐雅精 今年我们的希儿 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 而且自己也开始 充当起了姐姐的角色 没想到终有一天 希儿也追随着 Bronia姐姐的脚步 成为了别人所依赖的对象 她能有这样的成长 真的让我非常动容 不仅如此 她和黑希儿之间的牵绊 也越来越深了 我已经开始期待 后面的故事了 崩坏三已经陪伴大家 走过六个年头了 真心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 她可以带给建长们 更多的快乐 2023年 祝大家万事顺意 平安喜乐 德丽莎世界第一可爱 大家好 我是为德丽莎配音的花铃 没想到啊 我的声音居然已经在崩坏里面 陪伴各位建长这么多年了 现如今啊 我们的德丽莎 也已经从学员长摇身一变 成为了大主教了呀 随着剑上的责任加重 她的心态和声音 也都苍老了许多呀 哎 崩坏里面的角色们 也都经历了许许多多 美好和不美好的事 相信各位建长 也一定都为他们笑过 哭过 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 希望建长们 一定要记得大家呀 大家 新春快乐 去买一个大蛋糕 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为齐格飞配音的彭博 在这一年里 齐格飞又一次 在主线剧情中登场 与比安卡相认 跟德丽莎并肩作战 也终于有机会 亲手拥抱几亚娜 作为一个 一心守护女儿的好父亲 他一定会心疼 但也欣慰女儿们的成长吧 那么 在新的一年里 祝各位建长身体健康 合家团圆 心想事成 勤勉于习武的人 面对严寒 也绝不畏缩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大家好 我是为福华和十之律者 配音的Maze 今年 福华也继续坚定着 自己的使命 甚至为了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不惜与以前的同伴凯文大打出手 除了Kiana他们的陪伴外 在他前行的路途中 也多了小时 在危难关头伸出援手 即使嘴上不承认 小时也一直在默默关心浮华 我也很期待 在未来的剧情里 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哦 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怎么一转眼又是新年一时了 这几年 我自己也从青涩的大学生 变成了忙碌的打工人 谢谢阿福 谢谢小时 谢谢这个故事 谢谢各位建长 也谢谢崩坏三 让我能和大家一起成长 新的一年 让我们继续为世界上 所有的美好而战吧 新年快乐 从前有根冰棍走在路上 走着 走着 就花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为凯文卡斯拉娜配音的 配音演员 琴姐哥 今年的凯文也是一如既往的酷 在他一次又一次艰难的抉择中 故事又迎来了新的篇章 我和大家一样 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故事 接下来凯文又会如何贯彻他的理想 在战胜崩坏的路上 继续走下去 拭目以待 最后祝2023年 各位建长吃妈妈香 身体倍儿棒 开心过好每一天 哇 今天的凯文 有种和平时不一样的幽默感呢 大家好 我是为爱丽西亚配音的燕宁 今年爱丽西亚陪着我们 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爱丽 感觉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她的话 在我心里就是美好 包括每次回看这个故事 都会被这种美好纯粹的情感置语 她是一个爱着所有人 也爱着世间万物的 一个普通但也不普通的女孩子 带给了我很多的温暖 啊 不知不觉 崩坏三夜陪伴我们六年了 这些回忆和感受 相信舰长们也都会一直记得 2023年 祝舰长们身体健康 平安顺利 和家人们一起开心过年 未经许